麻煩這裡 麻煩 公司這個計劃金曲獎是第一次 這個是一個叫做新人獎 其實是比較有些有趣的 我覺得 你覺得很尷尬 拿了新人獎 我想在娛樂圈的工作上 的年資上是很遲 但是在音樂上 我剛剛去年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音樂 所以 名義上是叫做一個新人 你現在生氣了嗎 你生氣了嗎 生氣了 生氣了 過了就沒事了 過了就沒事 不過情緒都有點低落 因為我覺得 我經常覺得 好像重複又重複 沒完沒了 為什麽過往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麽多是關於我的回應 其實很坦白說 其實我可以不理 但是我覺得 我都重視他們 我都重視他們給的留言 所以集合了這三年的留言 一口氣 一口氣 其實都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 給大家一點點回應 因為我知道 他們很小撮 很少數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總之我就知道 其實我沒有得罪他們 但是 有時太苛刻 我覺得 久而久之 都累積了太多負能量 包括我自己 那我不想把這些負能量 屈住自己 令到自己 不開心 或者身體又不舒服 那樣 我都說了一句 希望他們的批評 可以令到我自己去 繼續做好些 是吧 沒有辦法的了 是 踩完十幾個小時 跟著 睡一睡又要來 又要來做事 那今天會不會特別 敷衣服才出來 我馬上不吃東西兩天 還不怕你說我肥腫 是吧 我覺得 有時不用看太盡 是吧 鋪怡有沒有安慰 其實是他發給我看的 第一次發給我看 他都說 其實都不想你太擺在心 不過都想你加油 我看完之後 本身都沒事 不過臨訓前 手多 又心動動 又打一篇文章 才臨訓 當臨訓前的一個 宣示一下 都不是簡單的 始終我們都沒有什麼 傾訴對象 是的 我們又 又不想太過 每次都去打擾到人 當然我有個枕邊的人 有個好老婆 可以跟我談 但是 總之說了她 我重視她們 所以我回應她們 是的 不要太過了 她們 你 不是 那 我 你 是 你 我 我 你 是